大家好,我是彈良維光耳機的長工 今天我們來回答一個網友的問題 就是有關閃光軸度的問題 軸度或者是角度 一般我們講近視度數或者遠視度數就是幾度幾度 閃光的話,除了度數之外還有一個角度的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閃光,其實這個分的比較細 還有角膜閃光還有眼內閃光 那一般我們驗光出來的閃光度數這個結果是什麼呢? 你的角膜閃光加上眼內閃光產生的一個總和 當然還有一種東西叫做不規則閃光 不規則閃光基本上以現在眼鏡來講 也不太有辦法去處理 那個就是另當別論的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所謂的角膜閃光 就是說你的角膜產生變形 那這個有分先天跟後天的 我們看一下 以一個理想的角膜 水平方向這裡 它的這個弧度 也就是說我們這樣子 這個一個角膜 這個弧度跟這個弧度 這個弧度跟這個弧度是一樣的 就是說它是一個漂亮的球面 那光線進去它比較不會產生變形 那當然這個這個指是什麼? 我們理論上的情況 其實我們真實的角膜不會這麼漂亮完美 那有角膜閃光呢? 就是說你的角膜可能變成像這個樣子 就是說這個弧度 這個弧度跟這個弧度是不一樣 這個弧度相差越大 你的角膜閃光就越重 所以這裡的是比較平 這裡會比較彎 所以這樣子光線進去就會產生變形 所以這就是角膜閃光 那眼內閃光那就複雜了 那個產生的誠意很多 還有一種是 比如說老年人比較常見的 叫晶體閃光 就是說你如果通常年過50 很多人 有很大部分的人都會產生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那個是我們的水晶體的玄韌帶鬆動 造成我們水晶體的角度不對 產生的那個也有人叫晶體閃光 所以那是我們一般我們測量閃光 我們在驗光是測量閃光 我們其實兩個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的所有閃光加起來的 一個綜合的出來的一個數據 就是說反正就是只要我們鏡片上去 我們可以把你達到一個矯正效果 反正你可以看清楚最重要 那當然一般 會去就比較不會去分析到很細說 你的角膜閃光有多少 眼睛肌內機閃光有多少 所以起來這些 那通常 角膜閃光的度數 我們在弧度以上就可以測量出來 那晶體閃光就是通常我們 我們會去反推 就是什麼呢 你的實際 你的晶體眼 你的眼內閃光是什麼 你測量出來的 你的綜合的閃光 跟你的角膜閃光 就是我們弧度一樣出來的角膜閃光 我們會去反推 但是基本上 一般消費者 你不太需要去了解這麼多 因為基本上 我們就是測量出你的總閃光 然後幫你矯正清楚 你可以看得清楚 這比較重要吧 學術上 理論上的討論 我們影片就不去講 因為 那個講的其實 各位只是聽的 哇 哇 然後 就這樣 那我們來大概了解一下 閃光的 它是 我們有閃光的晶片 它到底是一個 這個對於你們消費者 會比較有 有幫助 對你們 這個度數上的一個結構 比較了解的話 如果以近視 四百度 閃光 兩百度 然後 角度在一百八的情況 它是這個樣子 我們一個 一個鏡片來講 把它分成一百八十度的地方 跟九十度的地方 這裡是近視四百 那這裡呢 就是鏡片上的 在你的那塊鏡片 這個弧度是近視四百 這個弧度會是近視加閃光 是六百 在一百八的地方 那如果說我們換一個 一樣是近視四百 閃光兩百 但是軸度是落在一百六十度呢 一樣是一個鏡片 就是說 我們在一百六十度的地方 這裡虛線 我畫一下 這裡是一百八 那這裡是一百六十度的地方 然後一樣 跟這個錘子的地方 這裡呢 是近視四百 那跟它錘子的地方近視兩百 也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鏡片 稍微這樣轉過來 而已 就是對應到你 實際上我們 測量出來的 總閃光的一個 一個度數 所以一般我們就看喔 如果你的鏡片帶上 如果你是庫存片 它通常只會標示到這裡 就是你的近視跟你的閃光 那如果你是定製片 通常還會加上一個軸度 我就是差別在這邊 那 再來就是說 到底閃光的測量 通常比較準確的是什麼 應該是說 其實各種方法 你把它認真去測量 它都可以很準確 但是通常市面上最常用的 我們有一個閃光鐘 好像我們視力表上 這裡有一個像時鐘一樣 把它放大起來 就像一個 有很多條放射狀的線 然後會有數目之 1234567890到12 像一個時鐘一樣 這個我們稱為閃光鐘 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沒有閃光的人 我們看這個鐘 那你這個要遮眼睛 用一隻眼睛看 我們看這個時鐘 這個放射線圖 你會覺得每一條線都一樣黑 如果你有閃光的人 你會覺得有某一條 至兩條 或者三條 線會特別黑 但是這個 只是我們再稍微抓出來 你有閃光 然後你的閃光軸度大概的度數 因為這個會關係到什麼 你的閃光度數的高低 你今天如果你是閃光50度而已 25度 50度 你甚至今天 你的閃光度數不高 你的看這個鐘 有沒有 你可能會覺得 每一條線都一樣黑啊 但是今天如果你的閃光是200度 你會很明顯喔 你會覺得就是 譬如說你的閃光是180度好了 你就會覺得這一條線 這邊都很黑 然後這邊會淡掉 這個是因為我們光線 進到我們眼睛變形 所產生我們看出去的視覺效果 所以這個閃光中呢 我們就是在看說 你有沒有閃光 然後你的閃光軸度 這個的一個初步的一個檢查 那比較通常市面上最常用最多人用的 就是交叉圓珠鏡 我們或者叫JCC 交叉圓珠鏡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是用綜合焰光儀 像這種電腦式的綜合焰光儀 它是藏在裡面 你看不到 然後如果是手動式機械型的綜合焰光儀 會在這個地方 那在焰光過程中 你會發現 焰光是會一個鏡片有沒有 這樣翻來翻去 會翻面或者翻過來給你比較 通常會看那個風一點一點黑一點 給你比較哪一個會比較清楚 這個是目前就是說 最常使用 就是比較可以準確 測量出你的閃光的度數 或者是閃光的軸度 那如果說 它不是用綜合焰光 也是用試鏡架 就會輔助這個 這個我們俗稱棒棒塔 這個也是交叉圓珠鏡 變成是手持的 那也是會這樣子 這個跟這樣子去翻 哪一個會比較清楚 這個是目前比較常用 會去測量閃光的度數跟軸度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有閃光的人 你會發現你在焰光過程中 沒有這個動作 那這個焰光過程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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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有問題 因為有很多 真的就是 尤其閃光軸度 尤其閃光軸度 就電腦焰光機出來幾度 用就用幾度 真的還滿多的 為數不少 這個是我個人比較不建議 這樣子的一個焰光 因為畢竟 到底準確性 有沒有受到一個再次的驗證 沒有嘛 所以基本上交叉圓珠鏡 就是JCC 你在焰光過程中 你會發現有 會有一個鏡片 翻過來 翻過來 但是如果是 這種電動型的 不一定是用翻的 有的是用轉的 這個就不一樣 但是你一定會遇到 驗光師一定會反覆給你做比較 就是說 這個跟這個 哪一個比較清楚 而且這個通常 你有閃光的人 至少要持續個三四次 跑不掉 你可以自己去回想一下 你在驗光過程中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步驟 就比較容易去判讀出 這個驗光 在對於你的閃光的度數跟軸度 有沒有做一個比較 精確的一個測量 以上就是有關於閃光的度數跟軸度 尤其是軸度的這個部分 的一個大概一個解釋 也希望對各位在 眼鏡跟度數上的認知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謝謝各位